新北市绿美化环境景观处 依循城市绿美学计划推动景观廊道 依地区特性塑造主义展现当地风格地景 针对林口区文化一路中央分隔岛 直载进行改善 范围为文化一路巴德路至中山路段 全长2.25公里 景观处在我们林口区的文化路一段 在巴德路和中山路的区间 大约2.25公里这个范围 在这路段上面的中央分隔岛 帮我们做了特别景观化的绿美化植栽 廖武徽区长指出 以既有蒲葵为基底 点缀开花灌木 并以熊猫仙丹草坠边 绣球般的团团红花球 柔化道路线 营造丰富多样的道路景致 并于中央分隔岛头近空 25公尺内种植高度小于50公分的麦门东 创造安全行车 视距友善用路环境 对于文化一路整个路段上都非常的漂亮 对林口地区的门面也大幅的提升了它的美感 所以在这边特别的感谢新北市政府警官处 林口区长廖武徽表示 文化一路为林口交流道连接地主要的交通动线之一 中央分隔岛上的浦葵 经多年细心养护生长状况良好 是文化一路成为林口区具代表性的特色道路 记者胡宇轩林口采访报道 本地区内容还需要点赞 如果多争害免赞 都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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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